丟入九層塔爆香 鹹酥雞酥脆口感又多了一味 或是這一鍋滷到臺灣牙的滷肉 臺灣號稱美食王國 卻也造就臺灣肥胖王國 蟬聯亞洲冠軍 根據衛福部統計 國人有半數男性 三分之一女性 四分之一兒童 有過重或肥胖情形 醫師提醒肥胖不治療 將叫一般人增加六倍糖尿病風險 四倍高血壓風險 三倍高血脂風險 兩倍心臟病 腦中風風險 相關疾病從頭到腳 十大死因和肥胖脫離不了關係 解決肥胖問題 三層靠運動 七層靠飲食控制 能吃湯麵就別吃乾麵 乾麵吸收醬汁下肚就是五百到六百五十大卡 吃湯麵五到六倍 吃小菜別淋肉燥 醬油膏 避免納含量超標導致水腫 能喝蛋花湯就別喝羹湯 勾芡過 熱量相差十倍 但是湯盡量不要喝是因為隱藏的油脂 跟鈉量也是很高 跨出減重第一步 營養師建議 愛喝十二瓶的人選擇無糖或飯量 變八分滿 藉不掉吃炸物的人 忍住別吃炸雞外皮 選雞腿也別選排骨 先忍住口腹之欲 體重就能看見改變 今天新聞連呼吸 余家瑋 參觀到